肠病毒在日本扩散广泛 多达36个都道府县进入警戒 感染人数持续上升中 到9月15号当周 约3000家医疗机构 通报病患人数约为25143人 平均每家医院收到约8.03例病患 是近10年来新高 而肠病毒的常见症状为 手掌长出水泡 以及口腔溃伤 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 应随时仔细洗手 并且避免共用毛巾 而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 重症高危险群 如果发现有嗜睡 意识不清 活力不佳 手脚无力或麻痹 持续呕吐 呼吸急促等状况 请尽速送到大医院接受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